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則 最近有關於BC省最低工資提升的一個政策 這條片將會告訴你加拿大哪個省份是最低工資或者最高工資 而最低工資對於新移民的你又有什麼影響 而最低工資對於勞工市場又有什麼影響 以及作為新移民的你究竟可以怎樣應對這件事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看看數據 我們可以先看一看這個新聞稿 由2024年6月1日開始 BC省將會由最低時薪16.75升至17.4 等於3.9%升幅 亦相等於2023年BC省所錄得的平均通脹率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通脹率的話 簡單來說就是通脹率是一個指數 去衡量當地價格的升幅 通常都是用一個每年的升幅作為一個標準 在這裡在2023年的物價通脹升幅是3.9% 看完新聞稿之後我們就可以看一看最低工資 在各省份的一些表現 我們可以看一看圖 接近2024年4月1日 最低工資的省份是14元 最高是19元 如果BC省由16.75升到17.45元 其實都是不差的 其實都是跟這個最高的最低工資的差別都有一個收窄的距離 大家看完這個數據 相信大家如果想來加拿大移民的話 都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數據去衡量 你們想在哪一個地方那裡宅居 或者可能工作等等 我相信Ontario 多倫多其實都幾多人選擇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最低工資政策 看完這個最低工資的政策之後 我就想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究竟這個最低工資可能會對加拿大的經濟有什麼影響 以及對你們來說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可以用一些簡單的經濟理論去講一講 我們先從這個supply and demand 勞動需求和供應這個理論去講一講 這個理論主要是探討工資變化 如何影響企業對於勞動人口 就是我們這些打工仔的需求量 這個理論主要是預測增加最低工資 可能會提高了企業成本 也可能因為工資上升而令到僱主的成本提高 從而去減少招聘 這個可能是第一個影響 第二個影響就是一個收入的影響 主要是對大眾的 當最低工資提高的時候 一般最低工資收入的人員 他們就會多了一些收入 可以增加他們的消費支出 從而去刺激加拿大的一個經濟增長 因為當你收入高了的時候 你有可能會消費的能力提升 也會將你的錢使用在當地的經濟 例如買多些衣服 出多些街吃飯等等 所以其實他都會有機會提升 整個加拿大的一個消費經濟活動 另外一個理論就是一個替代的效應 這個效應就是主要去展述 當勞動成本上升 即是我們這些打工仔的最低工資提供的時候 可能很多公司的成本有機會提升 他們就可能會考慮用不同的替代方式去取締人力資源 那是什麼呢 例如我們聽到很多 例如我們近期經常聽到的AI 例如一些機器等等 可以取代勞工的一些資本 他們就可以避過了工資上升所帶來成本上升的影響 那這個情況就可能會導致當地的市場 或者公司減少招聘的機會和招聘的人數 另外一個理論就是效率工資理論 主要去展述如果最低工資提升的時候 工作人員的流動率就可能會減低 那什麼是工作人員流動率呢 就是他們辭職的流動率 因為人工高了的時候 更加多最低工資的勞工可以應付到他們的生活數值 那說完一些經濟理論 還有一些可能會發生的影響之後呢 就會想講一下 說作為新移民或者正在找工作的理由 有什麼是需要知道的呢 那第一呢 你們就要去留意回 未來幾個月的勞工市場需求變動啦 因為未來幾個月的工作招聘 有機會可能會下降 因為他們的最低工資的提升 令到企業的生產成本有所提升 那在僱主的角度 他有兩個方法可以抵消反一個影響的 那第一呢 就是可能他會將這個影響轉介到去勞工市場 就是例如成本增加的時候 他就減少請人 那請少了人的時候 他的招聘成本就會低了 因為生活 因為生產的成本高 所以他就可以透過請少些人 去節約他的招聘成本 和生產成本 那第二個呢 他可能將這個生產成本轉介到消費者那裡 那當最低工資提高的時候 他們的勞工成本提高了 那可能他們就會將他們的產品的物價有所提升 那可能本身Wallmark的最低時薪可能是16.15 現在加到去17.45 大概有3.9%左右啦 那可能Wallmark會將他們的貨物 例如一個蘋果一個菠菜的價格 提升1-2% 來補回人工工資那裡的升幅帶來的影響 那另外有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這裡的工種問題 那當這個最低工資提高的時候 在企業的角度 他們為了節約成本 他們可能會多了去想 怎樣利用AI或者機器 去取代一些人力的工種 因為如果你用機器或者可能AI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避免了這個工資升幅 所以他們會有所帶來的成本上升的影響 那這幾個項目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留心一下去想一想 那那個意味呢就是 如果你找一個工作或者那份工種是容易被機器或者AI取代的話呢 那你不妨可以去找一找或者可能進修去試一下 找一些工作是沒有那麼容易被AI取代的 例如你可能之前是做一些客服的工作 那現在AI可能會有些原件是可以做到AI對答等等 那這個工作可能有機會被AI取代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們會不會都可以試一下想多些back up plan 或者可能試多些其他的面試 今天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那很希望這條片可以幫你們了解到整個加拿大不同省份的 就是最低工資一些政策的改變 從而可以令到你們更加容易應對回到你們的移民計劃或者運工的計劃 如果大家有些什麼問題或者有些什麼議題都想我討論的話 不妨可以在這條影片下面那裡留言 還有如果有些數據你都想我再說多些的話 亦都可以不妨留言告訴我 那今集呢就是這麼多了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